李克强总理和夫人陈宏抵达时 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罗兆辉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 中加两国总理在一个月内实现互访 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加关系的重视 我此访将正式启动中加总理年度对话机制 与家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沟通 促进各领次年度对话 见证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还将会见加拿大总督参议长 众议长以及两国总理将共同出席 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中加经贸合作论坛并致辞 还将出席特色人文活动等